这消息来看到我国桌球混双好手林云儒 郑宜静 日前到卡达参加WTT球星挑战赛 获得了银牌夹击 而就在昨天晚间凯旋归国 却传出抵达桃园机场之后进行落地裁检 结果小林同学林云儒被验出了是阳性反应 桌球协会也出面了证实 表示会赶紧进行二采 而团队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国手庄志渊 以及郑宜静都是呈现阴性反应 目前平安入驻防御旅馆 桌球混双最佳拍档林云儒 郑宜静 在WTT球星挑战赛表现出色 决赛中对决法国组合 获得银牌夹击凯旋归国 现在却传出小林同学返台落地裁检成阳性反应 检查出来是阳性的啊 卡达要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正常才能够上飞机啊 那是不是伪阳性还是怎么样 那今天要做一个确认啊 林云儒的父亲也对外报平安 说儿子的身体状况都很好 没有异常 因为他们在4月1号晚间 10点多返底国门进行落地裁检 林云披萨成阳性 立即被载往医院 中华民国桌球协会也证实 由于他们在卡达上级时都是阴性 为保险请建会尽快进行 二次筛检而团队其他人 包括国手庄志愿 也搭乘同班级返台 裁检军事阴性目前都已经入驻建议旅馆 他有个团队一起回到原意平安入驻防疫旅馆 他应该他早上有什么发赖 告诉我他已经平安入驻了 先前羽球好手周天成 从英国比赛返台也传出确诊 专家表示因为目前多国都与病毒共存为主要目标 松绑防疫规定 反观我国人坚持以清零控制疫情 对于是否该走向与病毒共存 医师有不同看法 慢慢的与病毒共存 而不是一下子说解除所有的一个防疫的一个规定 不管未来走向如何 专家还是提醒大家自身防疫措施 不能松懈 借台北综合报道